第一個我常聽到客人會跟我提到說 那拉皮手術好像聽起來有點恐怖 傷口就是好像要很大 然後皮整個要掀起來 就是覺得會有點害怕 不過醫學總是在進步嘛 所以其實現在慢慢拉皮手術也是走向 的一個大方向 哈囉大家好 我是整形外科潛意群醫師 今天我們來聊聊皺紋以及拉皮手術 一般我們平常所講的臉部皺紋 可以出分為兩大類 第一大類是動態紋 那動態紋顧名思義就是我們臉部表情 肌肉在收縮的時候才會產生的紋路 我們來可以看這張圖 一般常見的動態紋 我們可以看到比如說像是 額頭 額頭的肌肉 額肌在收縮的時候就產生橫向的紋路 也就是我們平常所稱的抬頭紋 然後另外就是皺眉肌在收縮的時候 也會產生我們不喜歡的紋路 有人說是穿字紋 我們叫皺眉紋等等 那另外在眼睛的周圍呢 有一圈眼倫雜肌 那這個肌肉在收縮通常是 比如說我們在大笑 或者是眨眼睛的時候 也會產生我們不喜歡看到的魚尾紋 那這些都是常見的一個動態紋 那另外一大類的紋路叫做靜態紋 那顧名思義它就是在我們臉部 沒有做表情 就是臉部肌肉沒有特別收縮的情況之下 你仍然可以看到的臉部的皺紋 就叫靜態紋 那靜態紋又可以再分為兩大類 第一大類是因為隨著 肌膚的老化 鬆弛下垂等等 造成了一個廣泛性的臉部紋路 比如說是像眼下細紋 或者是頸紋等等 那另外一大類就是 由動態紋 演變而來的靜態紋 為什麼動態紋會變成靜態紋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道理 就像我們在摺一張白紙 一開始摺的時候 摺的次數沒有很多的時候 其實那個摺痕並不是太明顯 但是一旦我們把這樣子 摺了很多次之後 那個摺痕即使在我們沒有做 摺痕的動作的時候讓人可以看到 清楚的摺 這就是從動態紋 演變成靜態紋的道理 那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提到的 所有的動態紋 包含就是 抬頭紋啊 皺眉紋啊 魚尾紋啊 或是法令紋等等 其實到最後 隨著肌膚的老化 跟彈性的鬆弛 最後都有機會 演變成一個靜態的紋路 就是所謂的靜態紋 怎麼分動態紋跟靜態紋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當你看一個人 如果他是發現他在大笑 或是擠眉弄眼的時候才可以看到 明顯的紋路 那這類型就是動態紋的成分比較多 那如果說他一定是面無表情 淡淡的看著你 其實可以看到很明顯的臉部紋路的話 那他可能就是有比較多的靜態紋 大概可以簡單這樣分類 但很多時候 一個皺紋 他其實是同時 具有動態紋跟靜態紋的成分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眼睛看到的一個皺紋 常常不能夠單純歸類於 就是在動態紋或者是靜態紋 常常是綜合兩者的特質 所以我們在治療一個皺紋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思考說 DECK皺紋 他背後有動態紋的成分呢 還是有靜態紋的成分 還是兩者都有 那如果是有動態紋的成分的時候 也就是說他可能是因為肌肉過度的收縮 而造成這樣的皺紋 我們可以適度的透過一些 肉骨感菌素的注射 適度的放鬆這塊肌肉 減少這個皺紋的產生 那如果是因為肌膚老化所造成的一個 偏靜態紋的一個成分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針對老化的部分來做處理 比如說我們可以增強保濕啊 防曬啊等等 或者是可以透過一些雷射 來增加真皮層的厚度 那當然如果我們分析完這個皺紋的成因 有可能是因為皮下的一些脂肪啊 軟組織有一些萎縮 或者是下垂等等 這時候可能就會需要填充一些軟組織的體積 來減少皺紋的產生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我們分為兩大類 一大類就是填充自體的脂肪 或者是可以填充人工的合成物 比如說是像玻尿酸等等 那當然如果說 它皺紋的層次已經變得比較深 然後也比較廣泛的話 我們也可以嘗試用電波或者是音波的方式 讓皮下的組織變得比較緊緻 減少皺紋 那當然如果程度都更嚴重的話呢 當然可能就需要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就是拉皮的手術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一下拉皮手術 它原始的英文名字 英文名字叫做Rhytidectomy 那這個字呢 如果我們直接按照上面的意思來翻譯的話 叫做除皺手術 也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到拉皮手術 其實它就是一個儘量減少皺紋的外觀 而為目的的一個手術的方式 那在傳統一剛開始發展的拉皮手術 它真的就是只有拉皮 也就是只有拉皮膚而已 但是隨著醫學的演進 以及我們對解剖學的了解 我們慢慢發現到 光只有拉皮膚 並不能夠得到一個自然而持久的 一個手術的效果 那我們知道說 皮膚的下面還有 脂肪層啊 還有筋膜層 也就是所謂的Smash層 那筋膜層下方的話 還有肌肉層 那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在做拉皮手術的時候 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 我所講的Smash層 透過把這一層筋膜層拉緊之後呢 維持住一個拉提的效果 那之後皮膚呢 只是鬆鬆的再重新鋪在上面 也因此一個試做良好的拉皮手術 它術後的張力最大的地方 其實是應該在筋膜層 而不是在皮膚的表層 也因此可以大大減低 傳統的拉皮 拉完術後 感覺臉部好像很緊繃的感覺 那另外這樣子透過筋膜層的拉緊 拉皮手術的效果 也可以維持得比較久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這張圖 那臉部基本上我們可以分為 上三分之一 中三分之一 以下三分之一 那下三分之一甚至可以 我們包含到頸部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頸部的 皮膚軟組織也有可能會有 鬆弛下垂的現象 那整個臉部呢 根據我們剛剛這樣的 分類不同的區域 可以有不同的一個拉皮的術式 比如說我們以上半年來講的話 就是所謂的前額拉皮 那前額拉皮顧名思義 它當然可以減輕我們 額頭部分下垂鬆弛的皮膚 那另外它有一個很大的功能 它是可以改善下垂的眉毛 那臨床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來諮詢所謂的眼皮下垂啊 或是醫師我想要做雙眼皮的客人 那經過我們分析 結果它的原因可能 並不是它的眼皮出了太大的問題 而是因為它的前額 或者是眉毛產生的下垂 進而造成最後它以為它的 雙眼皮消失了 那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硬去施做一個 不適當的一個雙眼皮手術 肯定效果不是會太好 那時候我們應該針對它原本根本的原因 也就是前額部 以及眉毛的下垂去做拉皮手術去改善 這樣子就可以透過最自然的方式 最治本的方式去改善到眼皮下垂 那同時也可以改善整個 上1 3 臉部的一個鬆弛下垂的現象 那我們來講到中臉部 那中臉部它介於上臉部跟下臉部中間 所以中臉部的拉皮手術 它其實可以單獨試做 那也可以跟上1 3 的臉部的拉皮手術一起試做 也可以跟下臉部的拉皮手術一起試做 所以它是一個可以靈活運用的一個角色 那如果以手術傷口來講 其實有不同的方式 有一些可以從眼睛下緣的傷口 有一些可以從耳前的傷口 有一些可以從涅部 就是太陽雀腹氣功這邊的傷口 來做這樣中臉部的一個拉體 那下臉部的拉皮手術常常會跟 我剛剛想的就是跟中臉的拉皮手術一起試做 那甚至也可以合併頸部 以及下巴的拉體手術一起試做 那通常來講的話 它的傷口大概就是會從 耳前到耳垂下部 然後試情況可能會延伸一部分的傷口到耳後 那就是看我們要改善的範圍到多滑 如果我們希望改善越多的頸部的鬆弛 那可能延伸到耳朵後面的傷口的部分 就會比較多 第一個我常聽到客人會跟我提到說 那拉完皮之後呢 臉部是不是看起來一定都會很崩 然後很僵硬很不自然等等 那其實我個人的經驗裡面 造成臉部僵硬不自然 其實有兩大因素 第一個大因素其實跟拉皮手術本身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因為它很可能根本就沒有接受過拉皮手術 而是它接受了過度的肉朵感菌素的注射 或者是人工填充物的注射 注意喔我講的是過度 適量的肉朵感菌素的注射 以及人工填充物的注射 是不會造成過度的僵硬或不自然的 但是如果你試做得太過分的話 就有可能造成這樣一個不自然的表現 那第二個因素當然就是跟拉皮手術有關的 我們在前一個問題我們有提到說 傳統的拉皮手術是指拉皮膚 那所以它是透過單純的皮膚拉緊 得到一個拉提的效果 那這個時候就很容易造成說 我們術後看起來會覺得 好像皮膚非常的緊繃 那其實現代的拉皮手術其實已經不再透過皮膚的拉緊 而是透過我剛剛提到的 Smash層、筋磨層的拉緊 來提供拉皮的維持力 那這個時候呢 皮膚只是一個重新鋪平的一個角色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不會在皮膚上面看到過度的張力 自然它也不會造成臉部的表情 覺得很僵硬或是很崩 而且拉皮手術它是不會破壞掉我們臉部任何的表情肌肉的 因此臉部可以做出來的表情 在拉皮手術後依然是可以做得出來 那第二個我常常遇到客人會問的就是說 那拉皮手術好像聽起來有點恐怖 傷口就是好像要很大 然後皮整個要掀起來 就是覺得會有點害怕 那其實的確傳統的拉皮手術的確傷口是會比較大 那呼吸也會比較久 不過醫學總是在進步嘛 那現在隨著內視鏡技術的發達 或者有一些相對新式的一些固定方式 比如說像是五爪勾 或者是八爪勾等等 所以其實現在慢慢拉皮手術也是走向 就是微創隱橫 然後會複起短的一個大方向 比如說我們以前額拉皮手術來講 其實現在的前額拉皮手術是用內視鏡來做施作的 那其實傷口是藏在髮際線裡面的四個 大概1.5到2公分的一個傷口 所以其實術後不僅會複起短 我們從外觀上看起來是看不到任何可見的傷口 然後又有一個很良好的一個拉皮效果 第三個就是很多客人會問說 好那我今天花錢做了這個手術 那做了一個拉皮手術 那它的效果可以維持一輩子嗎 其實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施作任何能夠讓你年輕化的美容手術 並不會讓你的生理老化的時鐘停止 就是人還是會繼續的變老 對那只是說 你今天在這個時間點施作了一個拉皮手術 那跟10年後你沒有施作拉皮手術的你比呢 其實那個差距其實還是會在的 那拉皮手術的維持效果 其實也跟你選擇的拉皮的術師 我們剛剛提過拉皮手術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一個方式 那整型外科醫師他會針對每個人 實際的情況給予適合的建議 那當然越是徹底拉皮手術 他當然維持的時間是會比較久 會超過10年甚至更久 那相對比較微創 或者是玻璃範圍沒有那麼大的一個拉皮手術 那可能維持的效果就會是比較短一些些 可能是5到10年等等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拉皮手術的效果 其實跟客人自己術後的生活習慣 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說你術後呢 日夜顛倒生活壓力大 然後或是CNC很重 或不防曬不注重保養 其實這個手術的效果 維持的時間相對也會比較短一些些 所以第一點呢 就是你要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避免過度的熬夜與日夜顛倒 那第二的部分就是你要注重皮膚的平常保養 那最重要的保養其實就是保濕以及防曬 那第三點就是避免吸煙 因為吸煙可以造成我們身體各部分組織加速的老化 皮膚當然也不例外 那另外就是如果旁人或自己已經發現臉部某些部位 有一些因為肌肉過度收縮造成的動臺紋 比如說皺眉啊抬頭紋啊或者是魚尾紋等等 這時候其實你可以通過適當的注射一些肉骨感菌素 適度的放鬆這些肌肉 那也可以減緩這些動態紋 演變成靜態紋的時間 那其實人還是會老化 所以還是會有皺紋的產生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樣的一個皺紋 或者是皮膚的老化、鬆弛、下垂等等 真的是很困擾你的話 那建議你還是要去找專業的醫師 那跟醫師一起討論出一個最適合你的療程方式 才是一個比較好的解決辦法喔 請按喜歡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 別按 好難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 別開啟小鈴鐺喔 可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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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